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一路暗号便是情节 是那夜空中最美的相遇 抓在十八班兵役里基本排最后 刀枪剑级附业勾插倘朔棍棒 边前锤抓 排在最后一定有道理 在兵器里过去正规金不用 抓有三种短柄的 长柄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刺 周圈有一圈抓 有四个的六个的八个的 俗称金龙抓 再有一种是软抓 也叫双飞抓 前面如鹰爪一样 扔出去以后 它可以迅速抓住你往回 转它这个后面带有长绳 主要是用于击打人马 就脱手而去 扔出去 抓你这样一拉 能抓住 使你不能逃脱 正规军不用 为什么不用呢 这东西呢 说起来啊 也算立顿兼修 打过去的时候一拉 倒是不能致命 弄得你写不离拉的 不道理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刘一抓呢 他伤人倒不重 但是非常的难看 所以正经人士呢 是鄙视他 不用他 谁用他呢 土匪 土匪特别愿意用抓 我站在烈烈风中 很不能 当今灭灭心痛 在网上看到这个 不锈钢从前观 感觉挺有意思的去买了 可能有两页多吧 大概有十万的样子 还是挺开心的 只要买房的时候 我就环游了 不成功哪来有笑容 天有泪功 地有爱如佛 你家的少年 曾经有个梦 当年练剑子怎么练 在人哪里 一把剑 插手 手要直 剑要拿好 就是这样批剑 周晚在动 最后是什么呢 放肝 一个黑的放肝 插一只香 叠一只香 这个剑 这样批 批这个香头 批下去 把剑 批成两半 香头让火光 没有吸掉 初步可以说 你懂得用剑了 我就听他 妈呀 我一声冷汗 都听出来的 是不是 他第二步 你手里抓一把绿豆 马步 扔好这个剑 都一颗绿豆 扑成两半 那承认过来 一剑 就两剑了 然后 才可以开始练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